好 既然提到了金融股 今年很多的金融股的股利 其实是超乎预期的 主要是因为去年获利太好了 所以股利政策是加倍奉还 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 其实包括像是一些证券公司 或者是中小型的银行股 配息的殖利率 大概都超过6%以上 大家如果加上股票的总殖利率 可能甚至来到7%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像是 玉山金 元大金 然后第一金等等 当然各自会有不同的股利政策 我想请教一下老牛 老牛你的核心的金融股的组合是什么 好 基本上金融股它有几个优势 因为第一个它股价比较低 另外它股价的波动也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投资组合的部分 因为我配置蛮多电子股 电子股的获利它的变化 或者股价的状况就会比较多 那在金融股方面呢 我会我自己长期持有 已经抱好几年的股票 第一个叫做玉山金 还有第二个叫合库金 那这两家公司它有一个特色 叫做有吃就有拿 又有拿的金融股 那有吃就有拿呢 就是代表说 每一年不只会发现金股利 还会配发股票股利 那长期投资这个 生不少的股指 让投资人股息股利 都能够稳稳的进口袋 那我们可以看到玉山金是连续17年 配发现金股利 那连续17年是配发股票股利 那第二个是合库金连续13年 配发股票股利 现金股利 那也是一样连续13年 配发股票股利的 但是这两档公司 像玉山金 其实去年有很多投资人都很失望 我有个朋友说 他去年在玉山金的股利政策出入之后 他一口气卖了200张 大概就是初清的差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是有调节吗 还是反而你是逆市家吗 好 这要跟你的朋友先跟他说声抱歉 叫他不要看这一段 因为刚好他卖掉股票的时候 都是你接走的 不是 因为他卖掉股票的时候 刚好是当年度的最低点 没错 23.2元 那现在玉山金 26、27块 是不是卖在最低点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这家公司 只要他有发股票股利的时候 我会继续报经济 那核库金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有注意到 现在有一个风险出现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两家金融股呢 目前他股票股利的部分 越发越少 对 代表说公司已经意会到说 他的获利可能跟不上 股本成长的速度 你可以注意到说 以股本来看的话 玉山金是目前金融股当中 第五大的这个金融股 那核库金是第六大 所以代表说他们的获利 其实可能慢慢已经跟不上 可能在陆续可能接着几年 可能就会停发股票股利 那如果要停发股票股利的时候 那我这个时候也会变新了 开始要找 比较好的金融股 或比较稳健的金融股 甚至是说有发股票股利的金融股 我要继续再投资 就是你现在已经在寻找新欢了 找到了吗 有一样跟投资人来分享 好 那这一档就是台信金 台信金为什么也要跟投资人说明 第一个他一样连续八年配发现金股利 一样连续八年配发股票股利 那目前他股票股利配发的状况 今年度的还没有出来 但是因为他获利状况跟去年 大致上差不多 所以我预估他 这个今年会配发的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 大概也是0.51跟0.42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年再加进来 就是连续九年了 那在这两个因素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觉得 他有可能再继续发呢 因为这家公司 他之前是跟张盈 有一个风波债 对 而且持续很多年了 已经18年了 你看去年的新闻 18年的风波消散 那他目前把张盈的股票卖掉之后 手上有很多现金 有很多现金就可以拿来投资 那投资又是钱滚钱利滚利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他目前也是有在持续配发股票鼓利 所以台信金我觉得 未来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好那其他的中小型银行股 你会买吗 还是你觉得就报仅仅这两档 然后再加台信金就可以了 当然我自己有 因为这些公司属于这种银行型的金融股 它是获利比较稳健的 那当然我们在之前 2021 2022的时候 也有看到一些受险金融股 发生危机 那当然我 现在也有持有一些受险金融股 例如说富邦金国泰金 那可能呢 等到这一波高点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些 这种受险型金融股把它卖掉 可是这种股票 银行型金融股 一定还要继续放在我的投资处合 稳稳赚嘛 所以我的一个 一个投资的哲学叫做 报警处理 对 然后另外是这种 这种公司 那你就每年就稳稳赚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怎么办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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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